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新一轮美中高层级的贸易谈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登场了 美国台政部长母亲在今天2月14号离开酒店的时候 对记者表示 期待着今天的谈判 从中共官媒曝光的一段现场视频来看 母亲和中共的副董理刘鹤都是面带着笑容 一边交谈 一边步入会场 不过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却是单独的步入了会场 从画面来看 会谈的气氛应该还算是似乎良好 不过有一个细微指出 画面逐一曝光了坐在谈判桌两侧的那些人员 可是唯独漏掉了莱特希泽的画面 而《环球时报》却表示 这次交锋是贸易战的停战谈判 应有的礼节中方一定要坐足到位 报道认为中方对贸易谈判的准备十分充分和细致 因为成败的关键在于细节 多方认为双方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了 估计这次可能会涉及到各自关切的一些重大议题 外界分析 落实机制可能是这次双方协商的一个重点部分 也是最大难点 这源于是两国之间互不信任 虽然川普身边的多名顾问 都把3月1号这一天说成是死期限死限 但是彭博社今天援引了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说 这个死限有可能被延长 消息说川普正在考虑给双方谈判人员更多时间 把最后期限延长60天 我们知道川普昨天表示 双方谈判是进展很良好的 前天他还表示 如果接近达成真正的协议 有可能他把最后的这个期限向后给推那么一点点 他期待着某个时间和习近平来亲自敲定最后的协议 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昨天也告诉福克斯新闻 3月1号大线将到 川普正在权衡如何面对各种可能性 他说最终协议取决于川习面对面的会部 他说海湖庄园是这种会谈的一个好地方 另外呢 美国奴业部的副部长森斯基 也在昨天一个研讨会上透露说 川普和习近平有望是在下个月会面 不过呢美方也有不同的声音 要求川普不要满足于北京只承诺购买农产品和能源商品这些协议 必须全面的解决莱特希泽提出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 七位民主党参议员昨天致信川普说 在美中贸易谈判最后的几周 强烈要求华盛顿坚持相关协议 必须能够解决美国贸易代表署301调查中的问题 针对其中提出的许多威胁 取得实质可核实和可执行的进展方式 这封信的观点可能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美方的看法 就是对北京是不是能够兑现承诺感到怀疑 这足见美方对中方的这种不信任已经是根深蒂固 而这其中是以一直持对中共强硬立场的 鹰派代表人物莱特希泽为首 美国谈判代表认为 美中之间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着一种机制 确保中方兑现承诺 有三位了解谈判细节的美方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本周这次谈判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机制 如果中方对美国的出口继续增长的话 就自动提高对华关税 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 美国政府要先证明其他国家的出口 正在损害美国的行为 所以总统才可以施加关税 现在美方是希望放宽这个限制 这样就可以更容易的促使北京去遵守协议 遵守承诺 那用中国人的话说 这就叫啥人啥对待 不过北京是担心美方日后可能会滥用机制 对中方进行无止境的磕索 甚至就连去年12月川习会达成的临时协议 在中共政府的内部也不受欢迎 了解中共经济政策决策人士表示 中方内部认为这是吃了美国的亏 临时协议让美方的关税威胁得以维持 而中方则是放弃了许多报复性的举措 纽约时报认为双方这种薄弱的互信 即使暂时达成协议也充满不确定性 有这样一个消息 香港明报在今天报道了习近平去年年底 在上海主持进博会时的一份谈话 不过明报也承认 这个谈话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大意是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 虽然只有10天的补给水平 但是中国人照样跟美国人打 如今武器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了 可能早晚要碰一下 不碰怎么知道到底谁真的厉害呢 虽然这个消息没有被官方证实 但是外界认为这仍然透露出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可能并不是真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 所谓的向美方让步妥协 不过是避免贸易战升级的一个权宜之计 只要中共的政体不改变 它的政策行为那就不会真正的改变 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就会依然存在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对联合早报表示 美方可能延长大限 说明川普认为这个协议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 但关键是 中共的承诺如何让美方满意 如果美国派人去监督的话 这会造成对中国国家主权造成伤害 那如果没有美方的监督 中方又能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美方确信北京在执行承诺呢 所以他认为 协议的核查与执行 将是这次谈判的一个最大难点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